一场大圣与二圣及诸外道之间的法义辩论大会即将展开 戒日王派使陈梢来信息 要玄奘大师等人留在纳兰陀寺等候召唤 在等待的期间 有一位婆罗门来到纳兰陀寺挑战 他先理出四十条论述 贴于纳兰陀寺外 口气很大的说 只要纳兰陀寺有人能推翻其中任何一条 他就自不了断 等了几天 纳兰陀寺没人出来应战 玄奘大师就派了侍者 撕下这位婆罗门张贴的论述 并吩咐将他弃于地上 用脚踩他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